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朗晴 近日中國地產龍頭企業恆大集團主席許佳人 接連面對著焦頭爛額的事情發生 6月28日,中國恆大發布公告稱 壹加尼安公司已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對恆大清盤情請 涉及公司的債權金額為8.625億港元 中國恆大6月28日早前發布內幕消息公告 針對前一日於香港高等法院對恆大提出的清盤情請 公司表示將極力反對該情請 恆大在公告中聲稱 預期的情請將不會影響公司的重組計劃或時間表 目前恆大一直向積極與債權人溝通 推進境外債務重組工作 預期將於7月底前公佈境外債務重組初步方案 公告還說,如果恆大最終應該情請而清盤 在未有獲得高等法院認可令的情況下 於6月24日或之後做出的公司股份轉讓 張屬無效 清盤情請人是一家註冊在太平洋薩摩亞群島的實體 6月27日香港高等法院網站更新法庭日誌 TopShine Global Limited of InterShore Consult Samoa Limited 已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對中國恆大集團進行公司清盤情請 該案件暫定於2022年8月31日上午9時30分進行法庭聆訊 清盤情請是指如果公司的負債過多 其債權人及或公司成員可以入稟法院提出清盤情請 清盤情請提出後,法院將進行清盤情請聆訊 如果清盤申請通過,法院會發出強制清盤令 關聯公司變賣資產以償還債務,分配剩餘資產等 一名法律專業人士對中國上海公司資訊平台《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表示 當時,債權人看出清盤情請要比一般債務訴訟程度更激烈 因為它基於對公司整體償債能力的不言何 直接訴求用類似一項中國法院申請破產清算的方式進行債務償還 截至目前,恆大已有13筆總計約192.85億美元債正式違約 據目前恆大最新的2021年終期報告顯示 截至2021年6月,恆大負債合共約3,441億美元 負債率高達82.71% 2021年10月,許家印曾高調表示,絕不會佔了土地 在這個原則下,恆大處理的資產進度相當緩慢 截至目前,中國恆大公告的出售項目只有4個 減除償還項目的原有債務後,全部收益不足3.500億美元 自從經歷債務危機爆發,掙扎半年後股價狂跌 2021年年報刊法前夕宣布停牌 曾經有機會作價200.4億港元的恆大物業未能照上出售 到現在被清判請請令恆大深陷危局 根據恆大的公告,清判請請人代表是連浩文 恆大與申請人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一年之前 房車寶是恆大旗下的房產和汽車交易平台 2021年3月,恆大為房車寶進行了一輪上市前融資 向17名投資者出售房車寶共10%股權 集資163.5億港元,投資者就包括了連浩文 他通過兩個離岸控股實體,積資15億港元,營購了房車寶0.918%股權 當時雙方約定,假若房車寶在投資方入股一年後還未上市 恆大需要以1.15倍本金贖回 如今期限已過,房車寶尚未上市 以恆大目前的狀況,顯然無法履行合約 相關資料顯示,營浩文年僅29歲,但擁有一大堆銜頭 他是大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大勝集團的創始人 同時也是永卓預付國際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該公司主要業務為海外房地產投資 除上述職務外,營浩文也是中共全國清聯委員 在香港江蘇等地相關部門擔任11個職位 正正就是這家叫永卓富裕的公司 揭開了蓮浩文的身份秘密 永卓富裕是潮傘公海島王連氏家族的資本平台之一 連氏家族的核心成員是二年53歲的連卓超又名連超 兩名香港知情人士向中國媒體《財新網》透露 連浩文就是連卓超的兒子 但財新記者無法向連氏取得求證 財新網報導說 連卓超是香港海王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創始人 她貫通黑白兩道 早年曾運職香港幫派 此後從事博菜業 曾捲入國美電器創始人黃光瑜 中共公安部原部長助理鄭兆東 廣東省原政協主席陳兆基等案 去年近年中國環融資產管理公司前董事長賴小民等案件中 都有連卓超的身影 2008年連卓超因涉及黃光瑜案被拘捕 之後以自由申返港自此引力 但連氏家族並未消聲匿跡 多年來一直悄悄地在內地發展生意 相繼設立了數十家公司 涉足房地產和金融領域 由中國大外宣之稱的中國網站鳳凰網 曾於2021年9月2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 詳細分析恆大集團的萬億負債路 文章稱恆大的負債擴張之路始於2016年 因為恆大和習近平當局的防住不炒政策背道而馳 2016年中共的監管政策開始阻去槓桿的調整 同年5月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再題為開局首位問大勢 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的文章中稱 高槓桿必然帶來高風險 控制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房屋是被人住的 這個定位不能偏離 要通過人的城鎮化去庫存 而不是通過家貢桿去庫存 鳳凰網文章聲稱 遺憾的是曾經以連薪1,500萬元聘請經濟學家任職評充當智囊的許家印 明顯是沒有深讀權威人士這篇文章 不但沒有聽入耳 反而選擇背道而馳 鳳凰網表示 至2016年起的短短5年多 恆大的負債增長了兩倍計 達到1.36萬億元 而這一切加槓桿的過程 都是面臨著監管不斷去槓桿的政策進程 文章中還宣稱 恆大的負債擴張之路 就是一條和監管政策背道而馳的狂奔之路 文章還以芬蘭、紐西蘭、摩洛哥等國為例 指出恆大當前負債 堪比一國的GDP 在中國房地產行業佔國內生產總值近30% 是中國最大的經濟驅動力之一 自21世紀初以來 中國的房價呈上升趨勢 房產投資一度如此狂言 以此房產肯發售後幾分鐘內就被賣光 開發商敢於舉債 那些渴望得到更高回報的全球投資者 搶購高收益債券 根據彭博社匯編的數據 這類債券每年銷售額從2009年的6.75億美元 激增到2020年的647億美元 11年間增加接近100倍 不斷增加的債務和金融系統帶來巨大的風險 2020年中共出台三條紅線 限制了開發商可以承擔的貸款 這些政策的最終結果就是衝擊了開發商 並拖掛了中國負債最大的公司之一 恆大集團 即使恆大已經陷入危機 帶他家印仍至2009年起的10年間 透過分紅套現了500億元人民幣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徐熱揚、章亭 綜合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香港公司 香港公司 香港的世界 世界的香港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在以下一个天空